第十二题 北投垃圾焚化厂利用垃圾燃烧产生的热能来发电 是哪一种再生能源的运用 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 我们在烧垃圾的时候 当然不是用水力 当然也不是用风力 当然也不是用地热能 而是应该是C生殖能 所谓的生殖能就是利用动植物所衍生出来的能量 来产生的能源叫做生殖能 包括了牲畜的粪便 包括农作物的残渣 以及我们城市的垃圾 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 冯化炉利用燃烧垃圾产生的热能来发电 是利用哪一种再生能源 我们答案要选的是C生殖能 它是利用生殖能的热能来发电的